朱立仁主席 选后发表了短短的几个字 然后就不见着身影 也没有表示负责应该有的做法 我看到党内的高层 既得利益者 却选择了晋升 这是让我们非常感到难过的事情 堂堂一个大党 沉寂何时 是我反省 是我检讨的能力都没有了 中国国民党是从此以后 不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一个不知廉耻的政党 一个不能勇于负责的政党 朱立仁先生 你要了解你正在写历史 你要给中国国民党立下什么样的榜样 什么样的案例 你自己看着办 朱立仁主席 你的确应该有所进退 放开路 放开手 给中国国民党一个生机好不好 我真的希望朱立仁主席 良心发现 勇敢的出来承担 朱立仁主席 如果你坚决不下台 你可不可以来党内来个信任投票 由全体党员进行信任投票 如果百分之五次通过 你就可以继续认你的党主席 如果没有过半通过 你立刻下台 我支持朱立仁主席完成他的任期 因为其实这一次国民党在国会的席次上 是有很大的斩获了 一共增加了十四席 那这一次因为朱立仁主席的不分区名单 开的是漂亮的 而且他没有私心 没有纳入自己 所以并没有影响到区立委 反而让整体的席次扩张了十四席 朱主席不一定是做的最好的主席 但是在此时此刻 我们需要一个稳健的国民党 在国会里面马上的展现 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改革的力道给大家看 没有乱的空间 也没有不团结的空间 所以基于这个理由 我会支持朱立仁主席 继续在主席的位置上面努力下去 尤其国民党主席不是一个爽缺 其实是一份苦差事 谢谢各位记者朋友的参与 今天这个记者会的目的 是希望我们中国国民党 在关键的时刻 能够做出一些关键的决定 2024年大选已经结束了 这一次中国国民党的竞选主轴 是赢回政权 冲线蓝天 也就是要赢回中华民国 但是很明显的 这一次 我们没有赢回中华民国 而是让一个物质的台独工作者 继续地让中华民国借何上市 没有赢回这个国 作为百年政党的中国国民党 应不应该要勇于地负责 如果不能够勇于地负责 那么是不是 没有做到民主应有的典范 更重要的是 让广大的党员 蓝军 失望 也让全国的民众 看不起 选后以后有几个现象 第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 让我们感到很痛心的 就是党内 无感 冷漠这四个字 无感与冷漠 我们看到 败选以后的侯友宜先生 说他要负责 我请问一下 他负了什么责 现在回到新北市 继续他的工作 他又能负什么责 我们看到 朱立仁主席 选后 发表了短短的几个字 然后就不见得生意 也没有表示 负责应该有的做法 我们看到国民党的高层 韩国瑜先生 作为未来可能的 立法院的院长 难道因为有了职务以后 就对这么重要的事情 就不发言了吗 作为赵大康先生 战斗兰的代表 难道对于国民党 这么大的作者 他因为曾经是局中之人 就选择的竞争了吗 或者只是放 让几位战斗兰的小朋友 出来讲一讲 这四位都是这一次 选战中的重要的主角 主理人侯友宜 赵少康 韩国瑜 是国民党的四大先王 我请问一下 在国民党这个关键时刻的时候 你们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中国国民党 更何况 赵大康先生 也曾经想参与 中国国民党主席的选举 韩国瑜先生 也曾经过参加 中国国民党主席的选举 面对这么一个重大的时刻 我也请你们摸着良心 表达你们的一些看法 我还记得四年前 当中国国民党败选 有几位年轻人 包括像罗书惠 罗志强 张石刚 王鸿卫等等 你们表现的是英勇无比 你们表现的是大气凛然 你们强烈的要求 我们当时的主席 下台 今天呢 难道你们已经成为了立法委员 或者曾经参与国 这次立法院的选举 也选择了晋升吗 我们多么期待 你们要发挥正义之声 能够捍卫中国国民党的灵魂 但是很可惜 我们并没有看到 我们也看到 其他国民党的高层 好像也选择了晋升 各位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哀莫大于心死吗 但是我昨天 参加比特王的直播节目 我看到底下的民意调查 有90%的人希望 中国国民党能够勇于负责 党主席能够下台 但是我看到 我也在网络上看到广大的党员 表达他们的声音 可是我们看到党内的高层 既得利益者 却选择了晋升 这是让我们非常感觉难过的事情 堂堂一个大党 沉寂何时 是我反省 是我检讨的能力都没有了 我又看到 第二点我跟他谈到 选败了 没有勇于负责 反而不断地找理由 第一种理由就是说 我们的立法委选得不错啊 包括我们中国国民党发言人 在选后的时候 立刻就开始出来替党主席协责 他说什么 那位杨自瑜旅士说什么 说赢得国会最大党团 证明党的理念与能力 获得人民的支持 我再重复一遍 赢得国会最大党团 说明党的理念与能力 获得人民的支持 各位 这就是我们中国国民党 对于败选的认知吗 我想请问各位 我们国家现在是总统制 没有赢回总统 就没有赢得执政权 也就没有赢回这个国家 各位 立法院 只是最重要的工作 是监督权 今天 我们丢掉了一个芝麻饼 或许得到了几个芝麻利 各位 这就值得骄傲吗 这就是得到人民的支持了吗 在总统制的国家 总统的地位 还有专断独行的权利 失去了总统权利 其实就是一个打败的 另外来讲 我们来看 今天国民党 虽然是号称最大的政党 在立法院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没有过半 今天只要白色的力量 往哪边 往绿的方面偏一点 国民党在立法院 在议题方面 不见得永远都是一个可以最大的发言权的一个政党啊 这有什么好沾沾自喜的呢 再来我要请教各位 今天国民党在立法院的获胜 是不是因为以前的底数太低了 我们只是打回了我们应该有的样子 又值得沾沾自喜吗 我再请教各位 今天立法院的获胜 到底是中央的功劳 还是地方的功劳 我昨天也问了蔡振元先生 我说台中的获选 请问是中央的功劳 还是地方如舅院的功劳 他回答得非常自帅 那当然是地方的功劳 今天中央把地方的努力 把中央自己失掉的执政权 还不愿意负责 这情何以堪 各位 另外一种说法 就说我们要团结 在这关键时候 我们不要再分化了 不要谈党主义下台的事情了 我们要团结 各位 我们都知道几根筷子折不断 一根筷子折断的道理 真的 中国国民党的党员 还不够团结吗 含泪含恨含血投票 还少了吗 但是我另外要问 选前要我们团结 选后要我们团结 我告诉各位 执政者永远要大家团结 团结在什么 永远团结在他的领导下面 我们应该团结在什么 我们应该团结在制度下面 我们团结在理念下面 我们应该团结在已有的事分下面 今天不想下台 就说党中央要团结 希望大家团结 各位这是什么逻辑 这是什么道理啊 又说 党中央这次选举 已经辛苦了 大家不要再责难了 党中央已经尽他的权力了 各位 民主政治 是责任政治啊 今天 大家都做个三国志 三国演义吧 出口会说 马树先生啊 你在接近一战已经很辛苦了 希望你继续努力 希望你继续改革 诸葛亮有这样子吗 诸葛亮挥泪斩马树 为了什么 要负责任吗 选战谁不辛苦 民进党不辛苦吗 白色力量不辛苦吗 国民党的精神不辛苦吗 大家都很辛苦 请不要用党中央 已经很辛苦的这个理由 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再一种说法 党内现在没有高层愿意 接这个位置 我要请问 中国国民党是高层的 中国国民党吗 中国国民党党员在哪里 按照制度走嘛 有没有人接受另外一个问题吗 要不要下台是自己的问题吗 隆隆总总 我讲的这么多的理由 都是国民党目前党中央 一些高层 一些既得利益给的理由 中国国民党不是主张 要弘扬中华文化吗 中国国民党不是天天要 学校里面挂着李毅廉耻这个牌子吗 难道面对自己关键时刻的时候 那个耻就不在了吗 古人有说支持近乎有 败选不可怕 败选以后的态度才重要 全部党员 全部男军的支持者 连我们的反对党 连我们的其他的政党 都在看中国国民党 你要做什么 真的不要让人家看不起好不好 再过来一个问题 朱立伦主席应不应该下台 各位 我们台湾以民主政治为自豪 民主政治的基础 就是责任政治 责任政治包括什么 包括整个政党要有问责的机制 没有问责的机制 哪有理由才讲民主政治 今天败选以后 国民党有人负责任吗 有人负责任吗 一切了无痕 一切水过 水过 船过水无痕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一样 各位 作为一个统帅的朱立伦主席 作为一个总教练的朱立伦主席 难道你应该不负责任吗 这一场选战 我们没有赢回我们的国家 没有赢回我们的国 请问一下 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 有没有责任 各位 选与不是个儿戏 选与就是一场战斗 可是我们翻开中国国民党的历史 不管你认不认同那个党主席 但是他们的作为 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西元2000年 国民党败选了 即使中国国民党 任何人在国会里面还是多数 李登辉也下台了 2004年 因为两颗子弹的问题 中国国民党认为自己没有败选 这个没有问题 在2016年 中国国民党在中央选举败选了 当时的主席选择下台 2000年 中国国民党又败选了 中国国民党主席又选择下台 中间还有2014年 即使是一个地方选举 但是当时的党主席 马英九先生 还是勇于负责 主动下台 各位 到民主化以后的台湾 每一次中央的选举 只要是中国国民党败选 中国国民党的出席 基本上从来没有眷恋过 而勇于的负责 我请问一下 中国国民党的这个悠久的传统 要从2024年 朱立伦先生开始 整个破坏吗 中国国民党是不是从此以后 不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 一个不知廉耻的政党 一个不能勇于负责的政党 朱立伦先生 你要了解你正在写历史 你要给中国国民党立下 什么样的榜样 什么样的案例 你自己看着办 再一个问题 国民党是否需要改革 各位 国民党已经连续三次输掉了总统大选 已经连续三次输掉了执政权 已经连续三次输掉了我们的国家 各位 这个问题严不严重 国民党不只需要改革 国民党需要重新改造 各位 现在国民党的年轻人的党员 四十岁以下 不到百分之四 连长的逐渐凋零了 每年新的一个投票组上来了 从这次选举看得到 他们到底是支持白色力量多 还是支持国民党多 我相信不言之名 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国民党现在还幻想跟白色的力量 可以联合在一起 在议会取得多数 但是不要忘了 白色力量 人家也有自己的自主性 人家也有对自己国家前途 他们的一些看法 为什么他一定要跟国民党合作 或许在这一两年 国民党跟白色力量 可以在立法院 做某种程度的合作 但是不要忘了 我提醒大家想想看 当2026年地方选举 再一次开始的时候 在台北市 台中市 或者其他的县市 有没有可能白色力量 跟绿色力量合作 把国民党现有的市长 给他拉下来 这不是不可能的 国民党要重生 不要再期望于其他政党 要期望于自己 自己需要整个 彻头彻尾的一个改造 这个国家才有 这个国民党才有希望 彻头彻尾的改造 包括什么 包括你的理念 包括你的制度 我们从这次中文大学来看 两件重大的事情 国民党毫无任何的进展 反而往后推 第一个 谈到民进党这几年的台独克刚的时候 我们曾经现在担任 不分区立委 当选立不分立委的 我们的执行党的智库 可这人说什么 说他不是一个软性 他不是一个台独克刚 他只是个软性 软性克刚 国民党在纪权的公报里面说 我们要检讨108年克刚 他只在检讨而已 他没有想到克刚 从98克刚就出了问题了 问题哪在108个克刚啊 从李登辉开始 整个克刚就出现了问题 国民党在竞选过程中 没有一个人 对这个事情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只看到一群老师们 在那边苦苦的哀求 为政者能够重视年轻人的教育 文化历史的问题 我们再看到第二个重大的事情 在两岸关系的论述 国民党跟民进党的论识 有什么差别呢 都是主张亲美 都是主张要备战 都是主张反共不反租 都是在质疑九二共识的内容 都是只谈经济不谈政治 有没有想到 在美中对抗的情况下 台湾极有可能变成 美国所设定的东方乌克兰 这些政治人物 你们对美国的扶手 你们跟着美国走 有没有想到台湾的未来 台湾的前途 台湾的安全 中国国民党在历史文化教育的认同方面 在两岸关系的大论述 两岸政策方面 如果不能够做出跟民运党 跟白色力量有效的区隔 而引导社会的舆论 永远想的就是权力的分配 权力的结合 就像这一次蓝白河 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权力跟利益的一个结合 从来中间不谈到一些理念 不是议题方面的结合 各位 权力跟利益是走不远的 中国国民党不能够用理念 论述的大改进 人才凭什么会进到中国国民党 所以本党要了解 今天很等在前面的 已经是本党的生存之战了 如果本党不能彻彻底底的改造 中国国民党是没有未来 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要不要利用这段时间 在下一次党主席选举以前 也就是2025年大概八九月的时间以前 我们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这一年半的时间 中国国民党需不需要一个 彻头彻尾的重新改造 还是像现在选择一样 选败了以后继续无感 继续冷漠 什么话也不讲 殷勋苟且 得过且过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党员 所有关心中国国民党人好好认真地想一想 那我们再接下一个问题 朱立伦如果不下台 能够进行这种改革吗 各位 朱立伦主席这几年表现的 前刚独断 他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 包括这一次总统的提名 舍弃了初选 舍弃了民主制度 应有的初选 而强行的采行征招 而征招的人选 无论在政治的准备方面 在人格的魅力方面 跟他过往的经验的检验方面 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国民党 最强的一个候选人 也就造成了后来蓝白河 国民党必须认为要靠蓝白河 才能为赢得选举 然后在选战的过程中 在跟蓝白河的过程中 国民党也不愿意用制度的比分 用所谓的全民调 来决定谁是蓝白河的人选 整个一个国民党的过程 我们看到的是 朱立伦主席的前刚独断 一手主导的这次总统的选战 但是败选 各位 一个对制度都不怎么遵守的人 请问如何期待他 能够做整个党的 彻头彻尾的改革 再加上 朱立伦主席 已经担任过两任党主席了 如果你真的愿意改革中国国民党 你应该已经改革完毕了 两任的中国国民党 都没有改革成功 而你在你就任的两任党主席阵内 两次总统大选 你都落败了 各位 你们还认为 朱立伦主席 能够承担着 这个彻彻底底改革的助任吗 朱立伦主席 你的确应该有所进退 让开路 放开手 给中国国民党一个生机好不好 给中国国民党一个有彻底改革的机会好不好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层党员 我们真的是喇喊 一种悲鸣的喇喊 希望中国国民党的高层 你们也听到 如果朱立伦主席 还是不断的 还是不愿意下台 继续眷恋他的权位 我可以告诉整个中国国民党 会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对中国国民党来讲 会被别人看不起 会被党员看不起 会被支持者唾弃 因为百年大党 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是一个没有支持官的一个政党 领导人 是一个不能够勇于负责的政党 各位 这对于中国国民党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而且中国国民党也将坐视一个 彻彻底底改革的机会 如果朱立伦还坚定前卫不下台 另外来讲 对朱立伦个人来讲 我看他个人绝对是个灾难 各位想想看 朱立伦的后任的任期 大概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未来的一年半没有再有选举 下一次选举是2026年 未来一年半不会再有选举 不会再有选举 党主席 你在这个选战中 你是没有任何角色的 今天整个地方的朱侯 党中央 没有的确 已经没有权 请问一下 地方朱侯 面对这个党中央 面对一个已经败选过的党中央 你在精神方面 你如何去召唤他们 你一个赖的位置不走 自己眷恋权位的党主席 你将来如何要求我们的党员 做到承担责任 做到勇于负责 你自己的未来的一年半 你将会如同行尸走肉 你将来可能是令不出党中央 每个人看到你 背后都会讲 辞职点点 或许一些中正人党员 当面还会吐你的口水 为什么 因为你不敢为失败负责任 你眷恋自己的权位 为的就是一己之私 所以对朱侯人好 对党中央好 我真的希望朱依仑主席 良心发现 勇敢的出来承担 好 我们最后一点 我们拖到演变到最后最后一点 朱依仑就是不下台 那怎么办 我们可不可以作为一个党员的一份子 朱依仑主席 你认为你这个选举选的 不错 你认为你不应该下台 各位民主的机制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信任 朱依仑主席 如果你坚决不下台 你可不可以来党内来个信任投票 由全体党员进行信任投票 如果百分之五次通过 你就可以继续认你的党主席 如果没有过半通过 你立刻下台 各位 这是对现在党主席 顺着你不下台的逻辑 但是又照顾到你的情感 最合理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请你在党内进行一场信任投票 那看看我们的党员 希望你继续留任 还是你尽快下台 各位记者朋友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跟各位分享一下 作为一个基层党员 我在外面所听到的声音 我希望透过基建议记者的会 让我们的党中央听到 让我们的从政党员听到 让我们的党的高层听到 让明天要开中常会的 所有中常委员你们听到 你们将来你们未来的一举一动 牵涉的不是你们个人的喜好情感 而是中国国民党百年的基业 中国国民党是不是一个 勇于负责的政党 是不是还有能力带领国家 往前行的政党 从小的方面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从我们的党中央 面对这次的败选态度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最后 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党中央 能够支持 能够勇于的负责 早一点下牌 让中国国民党能够有一个全新的面貌 进行一场全新 测测测测测测测的改革 测测测测的改造 中国国民党才会有未来 再拖下去 这对中国国民党来讲 绝对是个灾难 谢谢各位 那怎么看就是说 因为现在选完了嘛 是 虽然说国民党没有取得执政 但张亚中刚开记者会要求 朱立伦为这次的总统败选次党主席 那会认为说 朱立伦主席这次应该要来负责吗 我觉得 国民党当然有我们很多需要检讨的地方 需要改革的地方 一样都不能少 那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像我们在年轻时代的根源里面 确实是不够的 那接下来在党中央这一块 也必须要更加的努力 或者是说很多人也提到了 国民党的初选制度 能不能够更加的健全完整 不要每一次选举的时候都一变再变 这一点我也是很认同的 但是在此时此刻 我会认为我支持朱立伦主席 完成他的任期 因为其实这一次 国民党在国会的席次上 是有很大的斩获了 一共增加了14席 那尤其是像我自己作为区域立委 当时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党中央也提供了很多的协助 再加上主席在大选当中 最重要的责任之一 是安排不分区的名单 这一次国民党的不分区 虽然席次还是维持13席 但是名单上面是很漂亮的 我们回顾2020年的时候 当时因为提出的名单不好看 所以影响到据说 每一个区域立委的民调掉5% 所以就代表说 不分区的名单不好看的时候 区域立委会一起遭殃 很多只领先3% 5%的 直接变成落后 那这一次因为朱立伦主席的 不分区名单开的是漂亮的 而且他没有私心 没有纳入自己 所以并没有影响到区域立委 反而让整体的席次扩张了14席 如果不分区名单提的太烂 我认为牛许廷 叶元支 甚至台中的F3 可能都没有机会当选 所以我会觉得说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 2月1号国会就要开议了 到立法院里面 我们要组成什么样的战斗部队 那用力地来监督新任的这个民进党政府 在520以后 2月到5月之间也有蔡政府 那过去的一些弊病跟问题 急需检视 稳住正脚 好好地监督反映民意 这才是民众对我们的期待 那至于说如果有人有意想要选主席 觉得能够做得比朱立伦更好 其实我也觉得朱主席的任期才到2025而已 马上就有接下来一次的选举 可以容许所有有意愿的有志之士来去做挑战 朱主席不一定是做得最好的主席 但是在此时此刻我们需要一个稳健的国民党 在国会里面马上的展现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改革的力道给大家看 没有乱的空间 也没有不团结的空间 所以基于这个理由 我会支持朱立伦主席继续在主席的位置上面 努力下去 尤其国民党主席不是一个爽缺 其实是一份苦差事 所以他愿意继续留任的话 我觉得呢 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感谢 所以也希望党中央跟我们的国会 接下来能够有好的联系 尽速的对于民进党的执政 展开猛攻跟监督 这才是人民期待看到的在野党的模样 那怎么看因为现在有声音说来拱 赵少康来当党主席 你觉得他适任吗 他会他跟这个地方派系够熟人吗 我觉得如果有兴趣 有意愿有能力的话 花一点时间2025年来挑战 就是说到朱立伦的任期期满之后 那下一次的党主席选举 那当然我们是一个民主的政党 一定都会办党主席的选举 那在那个时候再出来选 我相信大家就会看 每一个候选人的政界能力 适合与否投出正确的一票 做出正确的选择 那另外在这个立院龙头的部分 因为民众党现在是关键首席 但他们现在选择盖牌 还出题说要蓝绿要选的人 先把你的这个承诺拿出来 因为他们就出了四点 就说可能院长要先统一这些才有 那赵少康是有在加码 还有一个国政改革 那怎么看您认同他们的这个说法 我认同黄国昌所提出的 四点国会改革的方案 那我也认为国民党除了这四点之外 还要另外的加码 比方说我们有发现说 国会的议员 在跟我们的行政体系调阅资料的时候 他们经常开始用密件 然后的方式不予提供所有的资料 举个例子来说 当时赖皮疗国安人员到底 这三年多四年以来 花费了多少的预算在赖皮疗的身上 我们的政府竟然告诉我们 这叫做国家机密 国家机密保护法里面第五条 清楚的载明了 国家机密应以最小范围而为之 但是却被现在的行政体系去做扩权 然后拿来去做成自己执政不利的遮羞部 这一点国会议员应该都不能够认同 而且这是不分党派的 因为不管你今天是民进党 是国民党 是民众党 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就是全力的来监督现在的执政党 当执政党把国家机密 拿来作为自己遮羞部的时候 如果立法委员同意了 那这就是阉割自己的这个一个权利 那也阉割了人民之的权利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未来 除非真的是有非常极大的国家机密 否则立法委员向我们的行政体系调阅资料 都应该要尽可能快速的提供 而且公开透明 有很多的立委跟我反映说 这大概七年多的期间 一些敏感性重要的资料 尤其是跟时事有关的 去跟行政体系要资料 他们都会故意的拖延 那拖延把时间拖过去了这个新闻议题点 减少了对民进党政府的杀伤力 他才给你 可是这对于人民之的权利来说 也受到了时间上的延迟 那所以说未来我们也要求说 立法委员向行政体系去调阅资料 应该在最短时间内公开透明的来提供 那不要去滥用国家机密保护法 因为目前看起来赵少康在昨天 蛮早的时间点就提出了这个回应 当然民进国民党这边是有率先回应 但民进党这边看起来好像 没有针对民众党的特别去做回应 是不是也是要赶快来争取 来支持韩国瑜选这个立法院长 你说我们国民党吗 对对对你们率先表达 是不是也是要赶快支持 我想我们一定会负责任的提出 我们自己的议长 就是立法院长的人选 那至于说提出什么样的人选 那现在我想党中央政体还在规划当中 那我是新进的新科立委 那对于这些议事都还在研究的阶段 不过我想呢 大家在选举期间就对韩国瑜 韩市长是寄予厚望 所以我想推出韩国瑜 争取国会龙头的几率 应该算是非常的高的 那至于用什么样的方式 合纵连横在国会的这个立法院长跟副院长上面 那能够取得更多的机会 那我想这是党中央现在积极努力在思考跟布局的 那至于民进党对于民众党的方案 是采取一个冷处理 那就可以看到他们对国会改革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这个我相信也会让全民失望 就说呢才刚新当选而已 然后呢在新的一届的国会的任期 竟然民进党对于国会改革无动于衷 我们要知道就算你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你进到国会就是来监督执政党的 当你都不监督执政党 然后你去阉割自己的权利的时候 你也是在阉割支持你的人民的权利 所以我相信国会改革行政改革是接下来 不管蓝绿白在立法院里面都会去诉求的 那谁诉求的少谁诉求的多 人民支持与否 我相信很快会反映在民调上面 那会不会担心说民众党最后转来跟民进党合作 那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民众党它本来就不是属于蓝或不是属于绿 他们是一个有自己主体性的政党 所以能够合作当然争取合作 但不能合作就是公平的竞争 国民党不应该也不可能去把自己的执政的希望 寄托在其他的政党上面 我觉得这是不聪明的想法 也是不正确的想法 也不尊重其他的小党 所以国民党还是应该我们要思考说 如果我们认为在中间选民 在年轻选民上面 还有很多的耕耘空间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要逐步的去努力 那壮大自己的政党 扩大民众对国民党的支持 这才是正办